雷娜14岁时遭双亲遗弃 被安置在中途之家 结婚生了孩子后 她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当个好妈妈 寄床了 女友两个礼拜没有打扫了 老公仁明陪着她度过忧郁症 一起当社工陪伴需要帮助的人 那个时候吵架她也是会跳车 她也是会伤害自己 雷娜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爸爸 一直无法和父亲和解 回来这个家就会很害怕遇到我爸爸 从来没有听到我的生父说想要看小语 结婚十年 夫妻俩也面临婚姻的种种考验 因为我已经差两个月的药 我永远都做不好 不是你期待当做妈妈的样子 是谁会来这个家庭吃饭 最后大家依依不舍说再见呢 我们要训练用不得 周五晚上九点就在公视频道 我死了婚生 和声 做mo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